他就沒電了 現在已經閃電了 山火拍我第一次見過 要感謝柏欣姐的Slow Line台給我 用爛了我不要拜我 字面上的意思 打蛋就是把蛋打進去 那你說完給我聽 白蛋就不會煩了 終於來到一個非常荒謬的地方 剛才在這裡的東涌市中心 等了起碼一個多小時都沒有車 然後叫的士要加了百多元 才有人願意接單 不要緊 我們終於來到我們要露營的地方了 但是這個位置還要走半小時 才去到我們要露營的地點 今天又是千千和我一起去露營 現在我們先準備完海邊 YES 走進去 越來越大就會明白 健康很重要 時間很寶貴 想做的事成千上萬 或者你和我的生活中 總是有些滯爪 關於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我覺得其實都是個人的取捨 而我會堅持自己喜愛的生活方式 今天的溫度是25-6度左右 加上我們在沙灘邊有海風 應該不算太熱的 還可以的 要感謝Pahin姐的Slow Line台給我 用爛了就不要拜我 去看吧 大約用了一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 做好這裡的東西 就建了一個shelter 加上營 又掛起來 這個shelter是真的 我喜歡露營的其中一個原因是 當下的那個moment 好像靜止的狀態 而露營 容許我有更多的時間 和朋友相處 關係需要維繫 就看你願意花多少心的去栽種 這支是香港大早 有蜂蜜味 包裝也很漂亮 本身我少喝啤酒 因為喝啤酒可以氣顧敏感 雖然喝其他酒也是 現在已經停了 早晨 現在是 第二天的 十秒 三條飽飯 太爽了 看到可以在海邊 聽著浪聲的睡覺 所以很舒服 這個沙灘位 除了我們之外 還有一對雙雙人 在這裡露營 然後就沒有了 走到村口才有人 在草地露營 這樣 就 有一次去露營 又跟朋友 他們叫我打蛋 那我就打 把蛋打下去 然後我就打完了 他說 要發的 字面上的意思 打蛋 就是把蛋打下去 那你說給我聽 發蛋 我會發 之後我就知道 原來大家 覺得打蛋的意思 是連蛋漿都要發 OK 我吃龍 打蛋 好 盡量都不要帶這個洗劫症 去買茶子粉 茶子粉好像要在 藥房 中藥店 什麼六壺坊 買有機環保的地方 去買茶子粉 大家可以試 啡啡色的那種 可以代替不用用這個 洗劫症 不錯 順便看看旁邊 其實有些東西 如果有人認得到這裡是哪裏 都沒有感覺 自己知道就好了 三火拍我第一次見過 公滅火用的 應該是有火的時候 就用來拍三火 特別 就有人背後 剛剛也很棒 他的位置 很棒 湯渣 那些 剩餘的水 我們就用水瓶 塞回去 一起連垃圾帶走 然後我們的區域 都清空了 沙灘 在沙灘另一個問題 就是 有沙塞 其實沙塞 沒有平時床膝咬你那麼癢 但是 都癢 然後起床的時候 我們發覺 我們腳腕的位置 很多一點點紅色 到垃圾了 都幾重 差不多到村口 有垃圾桶 真的 很厲害 讓我看看 去一些山卡的地方 露營是很輕鬆 因為真的沒什麼人 基本上整個沙灘都是自己玩的 很靜 很舒服 但是 兩個女孩拿很多東西 我覺得很重 建議 沒試過露營的人 不如先去露營 因為如果是wild camp 其實真的要背好 都很重的東西 還有很多東西要適應 例如 適應 不能洗澡 可能會黏黏黏 去洗手間的不便 未必每個人習慣 都看不同人的喜好 因為露營 可能有些人中間會夾身 或者有些人純粹 只坐在沙灘 然後就敲一下 吹水 看海發露就幾個小時 所以也要遲過才知道 我們都很喜歡 靜一下敲一下的時間 那就是千千 跟我一起露營 又懂得煮食 又懂得搭營 超厲害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